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我們現在依然都是身處在這個南韓首爾 南韓的首爾大家的感覺可能是五光十色 K-POP 女團 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但其實在南韓首爾這裡 是有一個非常之大的貧民窟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那裡走一走 謝謝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身後的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叫做九龍村的地方 九龍村距離江南區 就是這個 嘩好大風 這個九龍村其實是距離江南區 就是大家聽歌 Opa Gangnam Style Opa Gangnam Style 那首歌的隔離 其實只不過是 就是在這個南韓最富有的地區的隔離 就是一個這麼貧窮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裡面看看 這裡前面外面 是周圍都可以看到一堆堆的垃圾堆在這裡 根據網上的資料 有很多這裡不同的居民 其實就是在這個地方 撿垃圾 然後看看垃圾裡 有沒有一些值錢可以回收 拿去賣的東西 來賺錢的 嘩這裡前面 全部都是一些 膠盡 垃圾 回收 但這邊可以我們 前面這裡的屋 之前應該有可能全部都是由住人的 但很明顯就是 被火燒過的痕跡有很多 我個人本身對氣味很敏感的 我走到這個位置已經聞到很大的 廁所的味道 就是 糞便 和小便 味道 聞到很多 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景象 就是大家看到前面那裡 那裡見到的高樓大廈 全部就是江南區 最富有 最多娛樂 最多購物的地點 就是前面那裡 然後再往這邊 就全部都是這些鐵皮屋 爛屋 這些不是沒有人住的 這些屋 是有人住在裡面的 根據網上的資料 這個九龍村 形成的時候 大概是1988年之前 就因為當時這個南韓政府 為了準備這個漢城奧運會 他們就為了整理市容 就將城市裡面的窮人 就全部趕走了 就趕了去一個地方 而趕了去那個地方之後 那些人就慢慢開始聚居 他們在那裡聚居形成的 就是今天 我們見到身後面這一個的九龍村 他這個地方 因為是沒有門牌的關係 大家見到 他們每一間屋前面 都是用噴漆 噴了一些數字在那裡 這些數字 就是他們的門牌 狗仔 不要吠啊 不要 噢 他前面呢 那裡呢 有十字架在那裡 那裡呢 是九龍村裡面的一個 居民自己做出來的教堂 這個呢 是他們唯一的精神寄託的地方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進去裡面 看一看 那十字架就在那裡了 那十字架就在那裡了 但是 他沒有走進去的地方 他沒有進去的地方 他這裏全部都是人的生活空間 那些人在那裡洗碗 洗碟 前面那裏有些 激烈爐 我見到 燒煤喔 不是喔 燒煤的爐頭 你猜應該是 這些全部都是用燒煤 燒完之後 然後 全部都是 每一個都是 但很有趣喔 他這裏呢 是有 衛星電視的那些碟在那裡 即是看到電視的 裡面也可以 但他們的電是怎樣拿呢 他們全部是靠自己 起燈柱出來 他這裏呢 上面的街燈呢 應該全部都是居民自己做 還有那些電線呢 都應該是他們自己拉的 因為這裏呢 是完全是無政府狀態 政府是沒有幫他們做任何事 他們這裏 剛才我都說了 他們是連門牌都沒有的 所以呢 他們是沒有油政府服務 他們是收不到信 寄不到信的 這個位置是 所以呢 我們前面見到這些 衛星電視的這些碟 上面的電線啊 是全部都是居民 他們自己拉的 那這個也是根據 我在網上看的資料 他們這裏的 水電 他們的花費呢 是在這裏的居民全部 他們平均分擔 就大家每人都給一份 而這裏也都沒有這個 去水的設施 那所以他們 排污啊各方面呢 去廁所啊等等 那些呢 我不太知道他們怎樣做到 那但剛才我在村口那裏 進來的時候呢 是聞到很大陣的 分辨的味道 那所以我想應該是他們有一個位呢 他們是用來做了廁所那樣的 那這裏呢 放了一大堆的滅火器在這裏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根據網上用來的資料 這裏曾經發生過很多次的火災 燒過很多間不同的屋 那有很多其實呢 已經是很明顯是 燒過之後的痕跡的屋呢 都有不少在這裏的 主要為什麽這裏呢 大家看到他們這些屋呢 他們這些屋呢 全部是用什麽來做出來的 鐵皮啦 木板啦 然後屋頂這些呢 可能以前是人家那些廣告的 大海報都不出的 他們全部上面呢 用石頭就這樣摘住 是很簡陋的那一家屋 然後那裏見到呢 有個 堆出來的那一條呢 那個應該是煙通來的 可能是他屋裏面他煮食呢 那些煙啊成的呢 就是靠上面這一條 那裏走出來的 全部都是很簡陋的 全部都是自製 那這裏都見到啦 這裏的電線呢 全部都是靠居民自己 拉出來 每一條線 拉去每一間前面的 一些很簡陋的屋裏面 好 好 你好 這裏呢有一間店 賣東西的 那裏面有個伯伯就說 不想我們拍他 但我想說呢 他這裏呢 現在多了收信喔 即是住在這裏的居民 全部在這裏呢 可以收到自己的信 和網上的資料少許出入 不過因為我網上找到的資料 全部都是兩三年前幾年前的 那所以呢 現在可能他們已經改善了 可以收到信 從哪裏呢 從香港出身嗎 從香港出身 tous人都認為 知道的人在那裏 等等 讓人在那裏 人們在那裏呢 多少 200 200嗎 好 200嗎 200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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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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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我是嘗試跟他溝通 但是因為他不知道說英文的關係 唯有用GoGoTranslate去 嘗試跟他溝通 他做了什麼 J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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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安全 嗯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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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很多貓 這個 貓仔 哇 這裡真的很骯髒 那裡有隻貓 啊這些是什麼地方 又起什麼事上來 火災又成呢 哪裏走得掉 他這些呢 打橫用一條木掩封住了這些位置呢 我想應該已經是沒有住人的了 如果他還有住人的話 不會拿一條木掩封住的嘛 我想應該已經是沒有住人的了 這裏的環境呢 是令我想起香港以前的石劍尾 雖然我自己也沒有經歷過石劍尾那個時代 但是 看一些歷史圖片 資料圖片 這些完全是 好像以前石劍尾大火之前的 那些鐵皮套那些感覺 嘩 你看看 超大的啓士罐 大家看不見 前面那些呢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那些的 煤來的應該全部都是 是煤炭 是煤塊 那些應該是 對 因為我也不是很熟悉 但是那些應該是煤塊 那些就是燒之前的樣子來的 那它燒完之後呢 就是變了剛才我們見到的那些 那些 淺啡色的糕糕那些東西 對了 沒錯 剛才我們見到的那些煤呢 燒完之後 就是變了前面 這一堆的垃圾了 在這個九龍村裏面呢 是周圍都見到的 那這裏呢 是在一個村的另外一個的入口那裏 那大家可以見到 也是另外一個的垃圾收集場 在這裏的居民呢 就是每天跟那些垃圾住在一起的 基本上 好 我們今天這個呢 和大家呢 今天來看了這個南韓首爾的九龍村 今天希望呢 可以讓大家看到一個呢 就不是那麼多人有見過的 南韓首爾的一面 因為真的呢 大部分人去旅行 都只是會去一些旅遊區 會去一些比較繁華的地方 那但是呢 我是有些少想探討一下呢 是這個繁華的背後 其實是怎樣 大家見到 在後面 就已經是 大家購物 買東西 開心玩的地方 但是 轉圈一望這邊 已經是一個 非常之貧窮的地方 不過你們都好 那今天這條影片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吧 有什麼見下明亮度說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是吧 拜拜